我们来讲到台湾 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之中 说到了台湾是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他把印度放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那么根据这个问题 各位台湾同胞你有这种感觉吗 相信大家都没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的政府大内宣做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的危机意识的 但是如果放到国际上来看 台湾真的这么危险吗 首先我们可以从刚刚讲到的话题中 所看到的什么 美国的现状就是要大力的对内发展 也就是说 拜登即使撤出了阿富汗 失去了完整对中东的控制权 也在所不惜 就是要收回之前在世界过长的一些军事 关系战线所花费的资源 放到国内来使用 也就是说 美国对于世界军事的长臂管辖 首先是建立在苏联的时代 有敌人 所以必须建立起来世界的长城 来对抗庞大的苏联体系 包含过去我们曾经听过的穷顶计划 但是一夕之间 哥巴契夫解散了苏联 美国没有敌人了 突然就失去了敌人了 对不对 所以只好怎么样满世界的找敌人 但是大战之后还有谁可以成为美国这个敌人呢 所以美国找不到敌人状况之下 只好自己建立敌人 包含了亚洲的日本 把他培养起来之后 再用广场协议去摧毁他 包含了伊拉克的海山 格达贝以及叙利亚伊朗甚至后来的IS 大部分我们从把他的根源挖出来 都是经由美国的资源去给他的培植 然后等他们沉了气候之后 最终美国再去毁灭掉了自己的成品 这个绝对经得起考验 老师所讲的 刚才这些人 几乎都可以发现他们跟美国在年轻的时候 跟美国都有非常深的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确保美国永远都会有一个 无法战胜他们自己的敌人 也就是不断的向美国的百姓去宣布 也在世界的欧美国家去宣布 美国跟美国英雄的存在 这个是必须要的存在 那么有两个意外事件发生 什么呢 维俄的意外大概就是俄罗斯的普丁 以及万俄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俄罗斯他挟带了强大的天然资源 以及苏联遗留下来的 强大的军事科技以及武器 让美国始终无法真正的压制俄罗斯 所以不断的派遣一些民主欢乐送的代表人 送到俄罗斯里面 来造起他们的社会动乱 希望能颠覆掉 普丁所掌握的钢铁俄罗斯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对普丁的影响还是极其有限的 大部分的俄罗斯的百姓 还是希望普丁能够继续执政 为什么 因为世界的变化太快 没有任何人能够相信 其他人能够掌握好俄罗斯重大的政治机器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当然就是中国 中国这个地方延续了数千年来的文化传承 以及经历过了很多次的种族的替换 比如说皇帝就换了很多不同种族的 无论是元朝 无论是唐朝 或是五代十国 这些很多种族不断的去主掌中华文化的主要的政权 所以现在的汉族也说实在的也不是纯种的汉族 早就跟各家种族不断的通婚 而成为了新的汉族 当我们没办法特别把他归到哪一个族群的时候 通常就把他归成汉族就没事了 比如说维吾尔人看就知道他不是大部分那个人 所以说很容易知道你是维吾尔族人 但是有很多地方少数族群 比如说云南 他很多少数族群 你却没有办法能够一眼看出来你是少数族群 你只能从他的身份证上面看得出来 原理是什么百族、遗族、苗族 不然你真的看过去你还真的分不出来 所以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往来 也是受到了文化的柔和以及洗礼 所以目前的中国是接受各种种族的来访 无论是来自你大江南北世界内外 都是欢迎他们去中国的 这个是千年以来的文化 也是世界上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大熔爐的地方 在中国他不会排斥你是什么样的国籍 而是在意你在中国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而为了自恨中国 当年在国共内在的历史共业之下 就留下了一个乱源给了中共 为什么 因为香港他当时是属于英国的 所以美国能够在香港的私利的状况是非常有限的 直到香港97回归了中国 美国才能够派遣CIA 驻香港去开始绅士 所以当年他是必须 必须在留下一个中华民国这个痛点 然后让中国去处理 所以说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要保下来中华民国的存在 让中国的内战可以永远的不停歇 这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存在 也因为如此 美国自始至终 都是把台湾当成弃子在操作 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也联合其他联合国的成员 不要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这就很有趣了 我们中华民国原本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你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一个国家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有失忆症吗 是不是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体认到 这个称作国际现实 而美国不断的卖给台湾数倍价格的一些军火武器 也不断的输送各种动乱给台湾的政治 用来掌握台湾的乱局或是政局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要选中华民国总统的 都必须飞到美国去走向一个小房间的小门口 去跟美国爷爷说明一下 自己未来会怎么样的听话 这叫像什么 就像过去的朝鲜国 任何要当上朝鲜国王的 不是你在国家内部说了算了 必须是上国同意之后你才是王 如果上国不同意 那你就是跟毛上国是谁 不是中国 而是所谓大明朝或是大清朝 就学历上来说 他们是中华历史上的朝代 所谓的中国 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才有了中国 现在的中国大陆 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持了这些叛乱的20几个省而已 搞清楚你们才是叛乱的部分 我们才是中华正宗 搞清楚了没有 搞不清楚再告诉你讲一次 我们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正宗 好吗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中国会不会武统台湾 以目前的局势来看了 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愿派遣解放军 来进行台湾本岛的武力压制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是成本过于高昂 战争没有不死人的 真的热兵器打下来 对于中国战后重建 就是一个极其废势的事情 这对于中国要进行的科技自主 以及现在的主要目标而言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除非中华民国主体被动摇 否则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来武统台湾 而目前以这两年来看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没有这个胆子 也不会有这个意图 所以说我们看到 目前执政党进行了只有修宪 而没有胆子自宪 没有胆子去改了国号以及国民 这些真的是把台独大佬孤宁 气到要去见前总统李登辉了 目前执政党要做的 其实也只是维持好自己的权势 下次可以再选上 而没有其他的打算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各位台湾的同胞 我们伟大总统连任了 也执政五年多了 各位有看到任何的重大基础建设在进行吗 当美国准备进行了大基建 中国进入了太空时代 我们台湾黑帮可以直接攻占派出所 然后一切都没有画面 事后居然不是派优师的警力 把黑帮一网打尽 连根拔起 而是上演的警察跟黑帮握手言和 为什么呢 因为黑帮是我们伟大的总统 重要的地方辅选势力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现状 有这种政党把持的国家 你觉得敌国会有急着什么任何动作吗 这种政党把持的国家放着不管 自己就会完蛋了 所以至少在2023年前 中共不会有太大的意愿 也没有必要武统台湾 去消灭中华民国的存在 但是当中国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半导体工业 多几台战舰跟海母向水 那或是更多的核动力的潜舰服役 那么他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而当那一天的时间来到 解放军要解放台湾了 美国会不会来协防 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 在国家级的攻防战中 海军占了很大的要件 美国的海军 目前他拥有了11艘的核动力航母 军事的实力他海军的能力是独霸全球 中国、英国、意大利他们也各只有两艘 法国、俄罗斯、印度、泰国也只有一艘 但是这些都还不及美国 因为他们都是常规动力的航母 而美国他是核动力的航母 整个的军事等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说中国的一些朋友 你们无论多自豪自己的什么辽宁舰 你们多自豪你们的海军 但是这些海军跟美国比起来 是根本没有办法摆在一起去比拟的 海军是中国共产党最弱的一环 从过去国共内战是现在也是 怎么说台海战争 航母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发挥实力的方式吗 不 航母在台海战争之中 他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航空母舰太靠近台湾海峡 那么就会变成中国东风飞弹的靶子 随便他怎么打 你还没办法逃得掉 为什么 因为台湾海峡跟中国大陆之间的领土 最近的距离 最窄的宽度 只有120公里 最宽的幅度也不过410公里 这点宽度还不大需要航母进来干预战争 为什么任何大型的战舰开进来 都是像进入了死胡同跟进入了峡谷一样 你不但难以隐蔽 北斗绝对找得到你之外 根本上你也是被打着好玩而已 所以美国要来去持援台湾 必须只能从日本或是宫古海峡那边 派遣战斗机群来持援 不能像什么 像上个世纪的台海危机一样 派遣海军舰队战斗群过来 中国看到就说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国是没有这些东风飞弹 也没有足够的海军 更没有强势战斗机 可以跟美国逼你 所以说美国现在海军虽然十分的强大 11个航母 但是他在台海战争上 他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 过来一个飞机打一个飞机 过来两台飞机打一双 航母来一台就会少一台 为什么 是因为中共太强吗 不是这么窄的海域 真的海军你要发挥专场很困难 所以是说你要派海军战斗群来 瘫痪中国的沿岸布防 你可能还没有到 就被内陆的东风飞弹家族 打掉一半以上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划不来的战斗 不要说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的 基本上损失会大过于收益 对美国人损失绝对大过于收益 这场仗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参举 持援台湾的这个战斗 日本更不用说 无论是陆上或是海上的自卫队 都远远不够跟中国对抗 而中国解放军打美国的军队 可能中国的解放军还有一点怕怕的 但是如果日本参战了 打日本的自卫队 你觉得中国解放军他会不会往死里打 就跟印度人手撕中国佬一样 一定是发挥最大的战略去打 日本也没有足够的国力 去支持日本跟中国打一场废日矿石的仗 为什么一旦参战台湾被收回去 那是必然的 美国最终也会撤军 对不对 难道你日本的国土还可以飘移吗 是不是打完了你还在旁边 你看别人会不会跟你好好的讲话 所以说有的会认为 日本会来持续持援或协防台湾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如同相信 有个BBC是一个诚实跟负责的媒体一样 你可以这么认为 但事实上有点难说 对于中国而言 台湾的问题必然会在近年获得解决 这个解决必须基于中国有足够的实力 去面对好战后的世界 那么差才会动手 而老师认为 到要解决台湾的问题 基本上台湾本岛要陷入战火的机会 恐怕不是这么高 为什么 一方面台湾的国防虽然有武器 但是没有足够的精兵以及士气 来为国家殊死奋战 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执政党 更不会让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毁于一旦 所以到最后中共收台的办法 必然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并由电子战瘫痪了金门、马祖、澎湖之类的外岛、离岛的防御能力之后 直接上岸占领这些外岛跟离岛 最后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 无论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或是其他二党 必然向中国大陆投降的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百姓也不会是说每一个都愿意死战到底 任何会说自己会死战到底的 通常都是第一个消失的无影无踪的 就像什么 就像香港的泛民派一样 之前都说要适时捍卫香港的民主 结果全部跑的一个都不剩 全部跑到外国去了 这就是政治的现实 而投降之后反而能够获得中共授予我们台湾 不能中华民国应该没有了 所以我们台湾一定程度的自治 成为一个中国的海外自治区的机会是颇高的 各位我们在前两年就讲过推背图第40项 推背图里面一张图就是两个孩童手上的球 都是自己献上去的 香港已经是如此了 难道台湾会以外吗 最终台湾的本岛 老师还是认为最终会兵不写任的改朝换代 否则你不要跟我老师说什么 自台湾自由民主是有民主的价值 如果真的有自由民主的价值 这次我们的执政党不会修宪而是自限 别忘了执政党现在是绝对的执政状态 完全执政的状态 你下一次选举他都不见得能够维持现在的状态 如果正常选举的话 其他方法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么在现在议会有绝对优势之下 如果为什么还不自限 因为他要我们相信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事实 老师今天讲话为什么这么嗆 反正老师都被限流了 我有差吗是不是 各位说是吗 好不好我们今天看看各位什么问题